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到底会不会打起来 法国说会 美国说会 但也有人说不会不会不会 经济学人说不会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这一次可能引发的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我们在投资上面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区及这个币凶 然后来做一些布局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上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继中 朱总 朱总好 你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你最近大家也很关心这个议题吧 我看好像每一个人都变军事专家 这个蛮厉害的 好那应该就算不是军事专家 你看我们现在桌面上 一堆的一个资料 我们也不是外交官了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这种经济的这个角度上了 应该怎么看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大战 为什么要大战呢 我们先来讲 就是你刚才你从问林承鄞先生 对不对 就是会不会打仗这件事情 那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说的准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是专家 也不可能去知道说这些军事冲突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看起这个东西 通常如果要战争的话 理论上美元一定要走强 就全世界大概就是几个很敏感的东西 就是股票市场 还有外汇市场 还有黄金价格 还有油价 那我们就看这几个指标 那你看那个美国的西德州的原油 最近涨到95块 那看起来这个油价真的 石油的供需的确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产油大国 好那所以整个你怎么看 你就觉得俄罗斯 他如果要战争从油价看 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可是你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天然气怎么跌成那个样子 天然气的最高大概6块多美金 结果啪啪啪现在跌到3块多了 那天然气又压下去 那这里面你就知道说 那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人啊 这个美国人在搞什么呢 那老实说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就是说美国 美国自己本身生产的石油 它的产能再往下掉 但是它的天然气 是大量卖到全世界 那所以看起来好像 俄罗斯 这个它本来是天然气要卖到欧洲 那因为这个欧洲呢 拿不到俄罗斯的天然气 所以天然气的价格啪啪啪一直涨 可是这个涨涨涨涨到高潮的时候呢 美国的天然气杀到全市场了 那所以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就掉下来 所以其实背后还是这美俄两国 他们不只在打军事战 更带打什么原物料的战争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 那你看到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也没有涨啊 美元指数大概就是停留在96方 那个附近 它并没有再往上攻上去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战事 有人就讲 所以现在有一派的说法说 这个战争不会一触即发 因为当美国人把它公布说 2月16号会开战 这件事就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给喊光了 所以已经把市场的预期给喊掉了 那老师说我们看一张图 好 你就越来越觉得说 我现在比较相信这个不会开战 不会打起来的一个真正原因 那各位我们要真正回到说 这一次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 他们中间这到底在吵什么 那这个地方是乌克兰 这个地方是俄罗斯 那夹在这个中间呢 就有几个国家 一个叫做这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这个克里米亚呢 就是2014年发生冲突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克里米亚往北 就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这个顿涅斯克 一个叫卢干斯克 好 这两个国家 其实老实说 这个是欧洲人很关心 我们台湾人 一般都很少去读这个地理 不知道在哪里 你地理课本有念过啦 好 那我先跟你讲 来来来我们回忆一下 念过地理课本的时候就讲说 苏联好 苏联他们过去呢 有一个工业大城 好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区域 就在这个顿涅斯克的这个 这个地方 好 叫顿巴西的这个地区 这个顿巴西呢 它本来是苏联的什么重要的工业城 为什么因为这里产煤 好 所以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 它的一个重要的煤矿的生产地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区 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俄国的工业重镇 好 那所以无论是二四大战 或者是二四大战之后的这个复苏 好 乌克兰的整个经济跟俄罗斯的经济都跟这个地区有关 可是所以你就知道说站在俄罗斯的立场 他要不要这里 他一定要这里 那站在乌克兰的立场 他也不能失去这里 所以他们两边怎么样 僵持 那这个僵持就变成三块地方 好 从这个我们我们最早讲克里米亚这个下面 一直到这两块都是 好 那老实说 这两个地方过去 从2014年到现在 它都变成一个什么 俄罗斯跟乌克兰争执的一个焦点 那俄罗斯怎么玩呢 他就把一大堆俄罗斯人放到这里面来 还去那里面发护照 所以让这个地方的人 他就想办法要把这里 最后他要去举办公投 所以大家不要被美国人欺骗了 美国人一直讲说 普丁完全不民主 就是要靠军事强权 人家没有了 人家还是要靠洗人口 要靠投票 去让这个地方变成用公投决定要加入俄罗斯 所以他过去四五年都在玩这个游戏 那最近就玩得更凶狠了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发觉他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 那就表示乌克兰这个西方势力就会进租到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 所以为什么站在普丁 他觉得他也很倒霉 都是你们在搞鬼 那西方就觉得都是你把俄罗斯的人一直移进去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冲突 然后大家彼此不信任 就在这边吵个没完 那老实说最倒霉的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叫中立地区 现在 所以普丁说他没有要打仗也有道理 他说我没有要打乌克兰啊 我要打的是这里啊 所以你看他他在这边做什么演习啊 搞了个半天 那现在很多人局势的研判就说哦 搞了半天就是要准备要拿这里了 所以呢 简单说这两个夹在两墙中间 你就呢 就 就怀必其罪 真的是怀必其罪啊 怀必其罪 这不是我的错 对不对 因为我也有丰沛的资源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丰沛资源就有大家在那边互抢 那现在很可能战争 又是一个资源 就在这个小的这个区域里面发生 先休息一下 哎呦 这地图拿出来就就就看懂了 他们说来复习一下欧洲的地理啊 对对对 哎呦你今天怎么没喝咖啡啊 我来不及啊 我上了一早上的课 然后马上赶过来你这里 你上一早上的课 我要主持我们的课程啊 现在怎么这么忙才刚过完年啊 嗯 过完年大家都还没那个神经绷紧 哦我们现在神经绷很紧 哦 好我们先定调 嗯 定调是一个资源大战 对 那你待会要讲一下怎么看这些 嗯哼 原物量吗 哦 半导体啊 油价金价 好 你看现在看新闻就是 乌克兰权贵 要包机逃难 波兰要接收难民 看起来好像又真的 好 能自然而然的 发如仪入睡 请进入睡好觉 才是保养的根本之道 广山堂高增低 睡好保暂 八几 9 3 3 1 哎 又过了月点 是不是时候 能不能吵到我的签子 那就到西方鱼类们 寻找珍嗨草莓 七七黑草草莓入家 所有草莓红茶气泡饮 今天大陸股市市長 嗯 大陸是他們 鄉珍之後的最大受益者 你看你們廣告好多喔 哎呦哪能跟你們比啊 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來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商周集團的朱其中朱總來聊一聊 如果你訂閱他一次一個資源大戰 然後呢中立國呢又是懷弊其罪 那我們要來怎麼樣來看待現在這些啊商品的一個價格變化 好那你說這場戰爭到目前為止最衰的是誰 嗯俄羅斯啊你看看 俄羅斯的股價從去年10月到現在跌了多少跌了22% 嗯已經跌了22%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事實上他的市場已經在反映這件事 因為俄羅斯之前因為油價在漲 油價彈上來以後很多國際資金就去衝進去了 所以你從他的這個RTS這個指數你看起來就是說 外資就分分氣趕快跑走了嘛就是 就是都說什麼美國的公民不能再久待了 那你看這個俄羅斯的股市就慘慘的就往下跌了 好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你還有什麼東西跌了呢 閃裝貨輪的這個運價也往下跌 為什麼因為俄羅斯本身是煤的出口大國 然後這個又有這個鐵礦砂好那這些東西都是原物料 好那現在大家都預期如果一旦真的開戰的話 哇那這個原物料都出不了 那出不了的話那閃裝輪怎麼辦 運什麼沒東西運啊好那所以現在應該是說 全球原物料市場全部都大亂 那再加上什麼烏克蘭是股物的出口大國 所以這個股物的市場也被影響 所以你看股物的價格一直漲 好那我們要講就是說 最近的就從去年到今年整個反應到最終會在什麼 通貨膨脹所以那個通膨的壓力就一直像壓力鍋一直上來 那說好了不是說什麼今年第一季油價要下來嗎 你看結果油價又沒下來 所以現在最倒楣的是誰 是美國聯準會主席 到底該怎麼辦 對包括他現在最倒楣 我現在就是希望油價下來 你們偏偏俄羅斯跟美國又在那邊搞這個 那現在唯一的解法 現在就過去兩個禮拜唯一的一個比較可能的解法是什麼 就是美國趕快把這個伊朗趕快和解掉 就是和解掉的話那油價就有可能下來 為什麼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圖是美國的石油的生產 好那我們在這個圖裡面你看得到 那個黑色的線是美國石油生產 你這樣我們看得到才有鬼啊 看不到是不是 你講一下 好那我簡單講美國的石油生產 好在2019年年底的就是疫情之前的高峰的時候 他一天可以生產2000多萬桶 他到今年2月4號他剩下多少 1160萬桶 所以你看到沒有他他這個整個整個 整個他少了好 沒有應該是說他高峰的時候可以達到1200多萬桶 好現在只有1160萬桶 差了多少 差了130萬桶的油 每一天喔 每一天比那個時間點少了那麼多 但是需求又拉上去了 所以需求已經回到19年的那個時候的水準 可是你的供應沒有到那個水準 那油價是不是就上了 所以你看到就是美國的油價為什麼上 是因為他本身的石油生產拉不上來 那俄羅斯跟其他的這些產油國 他們就在講說你美國需要石油醬 那你希望我們要生產 結果你自己的石油為什麼不趕快生產呢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他們也不願意增產 所以這個油價就因為這個樣子就撐在那個高峰 那撐在這個高峰現在又因為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情勢 又有情緒上的這個問題 市場情緒又被鼓動 所以你看到油價下不來 那油價下不來那就影響到通貨膨脹 這個通貨膨脹呢又影響到什麼 大家擔心說那FED3月要升息了 那本來呢升個25點就了不起了 現在可能什麼50點 還有人說哎呀你乾脆升100點算了 哇大家都比狠的越講越狠 結果這個股市就因此就被壓著打下來 好所以你要講說那我們說好 那回過頭你剛才問我那作為一個投資者 對不對我又不是烏克蘭人 我也不是俄羅斯人 我又不是戰爭的雙方 那可是我在旁邊的觀眾 那我作為一個觀眾我是投資者 那我被影響了那我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去想任何一場戰爭 無論是什麼這個什麼六日戰爭 或者是過去影響到油價的這種中東的這些戰爭 他的概念都是什麼 當這個前面擔心戰爭的時候市場都被壓著 對油價就一路漲 然後等著真的開戰了以後呢 大家就決定一開戰大家就知道說 那什麼時候會打完嗎 因為今天市場最怕什麼是不安定不確定 所以一打下去大家就知道說那多久就可以打完 那算一算大家就知道說 那就變成後面就可預期了 因為當你有開戰你就知道什麼時候會中戰 那只要算得出來大家就不擔心了 那那個時候反而市場就可能反彈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講一個結論 美股這樣跌是不是好事 好事因為跌深了 跌的越深越好 那基本面有沒有變爛 美國的消費看起來目前好像有點滑 就是一直要衝再創歷史新高 他沒有辦法再創歷史新高 去年12月他的這個峰值一直好像沒有辦法再往上吐 那這個美國的消費好像是不是見頂了 好像有點見頂 但是你要說這樣就代表整個景氣要走向一個衰退 好像也不是啊 因為如果要走向衰退的話 那FD幹嘛升息 那FD就不要升息啊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整個資金在調整 那市場的資金還有沒有很多 市場資金還是很多 所以呢漲多就是利空 那有一個回檔趁著這個戰爭有一個回檔 反而是一個好事對大家都健康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資金可以佈局的話 反而只要經濟基本面沒有出大問題 好整個全世界 好你看半導體還是在缺貨的一個狀態 所以大家新的技術新的應用都還是在做 那所以新的生意模式 美國的整個經濟都還是在一個高峰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樣狀況下有回檔 大家用定時定額的方式 慢慢時間拉長 好有人受傷越慘重 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能這樣講 好不要就是說萬一不幸真的有某個地方被打下去以後發生了很慘重的狀況 他接下來就會有什麼災後的復健等等之類的 那整個經濟又會重新再做一個調整 所以任何的戰爭對於當帝國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們也不希望有這樣事 但是當他發生之後他事實上對經濟來講 他只是把那個循環做了一個小小的扭曲 最終他還是回到他原來循環的腳步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確定一件事 就是整個經濟成長的循環並沒有方向並沒有改變 還是在一個成長的上升的階段 整個資金的狀況還是在一個比較多的一個狀況 連準會就還沒有升息 連準會也還沒有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 所以錢都還沒有被抽走 所以有回檔他到最後他還是會再談回來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那就是看你的資金配置 那你不要很衝動 突然一下啪一下你就進去把所有的錢都買了 你所有的錢買了你就要擔心後面一旦發生的事情跟你預期的不一樣 你怎麼辦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定時定了 做好資金的配置 然後慢慢開始買好那慢慢開始買 那事實上你也看到包括台股 這兩天都還是有一些股票漲得很兇的 好那這些漲得很兇的都跟什麼 跟實話有點關係 所以油價到了一個到高檔的時候 很多的有新技術應用有好的基本面題材的公司 他還是可以吸引資金在投資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悲觀 好你看起來就是非常積極正向樂觀 那當然投資人其實我覺得這幾年的EQIQ都很高 都會知道一旦發生戰爭這種系統性的風險 它怎麼下去會怎麼上來 所以很多人在等啊低階便宜貨 我們待會跟大家來整理一下 油價金價原物料半導體 或者是台灣這些海運速化這些族群應該做怎麼樣的投資跟佈局啊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好我們進完廣告之後兩點繼續回來談 好 為什麼中國大陸是最大受益者 因為他又買到了俄羅斯的這些好東西 俄羅斯沒有把東西賣到歐洲就可以賣給中國 他們兩個是好兄弟嗎 跟西方草越兇就是逼著俄羅斯跟中國走的更新 對啊他沒有水 你搞一個咖啡給他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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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不要 咖啡要等太久了 喝水比較實在 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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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歡迎收聽中廣新聞我是李竹傳 台股漲了大半場 中場卻收盤下跌45點或百分之0.25% 收在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點 成交值兩千三百十八億 長行收盤強談百分之7.38% 我覺得戰爭現在根本就是很快就可以解決的事情了 現在就這樣嚇大家 問題大家很容易被嚇 是啊 而且油價一直在漲上去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你真的漲到一百一百二 那不就 對就 葛屁了 對啊 到底是要怎樣 好 所以待會整理一下 而且我覺得台灣也這記者也真的很好笑 他說台灣的那個中油有獎了 我們會確保我們台灣的石油供應無缺 我們台灣不是跟俄羅斯買的 我們台灣跟印尼買吧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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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懂不懂嗎 他 頓巴斯 頓巴斯 謝謝 哦謝謝謝謝 哦 很痛很痛 他說要來不及喝咖啡 剛才喔 今天上來前就講 嗯 他說很敢啊 我就说才刚刚过完年哪需要这么那个拼啊 哎呀 现在在忙什么 忙什么课 我们我们一直学院的课一直在上啊 哦哦学院啊 我们上周CEO学院的课 那那些大老板怎么样看景气啊 还不错啊 很好啊 他们有纠结那个吗 有纠结那个疫情吗 没有 看起来疫情是往好的方向 哟你喝的咖啡居然不是楼下的 我们喝便宜的 哈哈哈 又客气了 你楼下也很便宜啊 对楼下也不贵啊 没有今天是我的化妆师请我的 因为我分他蛋 他就请我喝咖啡 他的小孩要吃蛋了 哎呦 那天阿美还去订蛋 阿美去哪里订蛋 他去台南他们他们他们社区好像有团购蛋 他去订了蛋 然后送我一盒 好感动 我也是很感动啊 我也是那个我们也是听众 他是哈佛独立书店的 然后寄了一些蔬菜还藏了蛋给我 我很怕那个寄送过来 好感动啊 他说他们有耶 就跟当地的小农做一个平台 对啊 然后后来他有给我付一张电话 我打去问他说有 可是我想说蛋要怎么寄才不会破啊 没有啊 我跟你讲那个鸡蛋 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因为 鸡要能下蛋总要有点生长期吧 对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前面鼓励大家把鸡 那个蛋鸡给杀掉 对啊 现在又鼓励大家赶快养 对啊 那到时候过剩的时候 是不是又要 又要杀又要开始补贴了 然后今天不是又有新闻说 连那个肉鸡的鸡舍都涨价了 对对对 心意反忽 我觉得心意反忽那个新闻搞真的很好笑 好笑啊 他居然就在讲说 诶那个中南部 那个买透天醋啊 那个都很小啦 现在都在买鸡舍 对 他的新闻真的很好笑 你到底买鸡舍有多少 还买什么肉 哦 他们就种菇的叫菇寥 对 我今天就在看那个新闻 我不知道他们干嘛发那新闻 哎我也不能说 他们是鼓鼓鼓力大家赶快交易吗 说哎你今天买不到鸡蛋 干脆去买一个鸡舍 鸡舍 然后自己养鸡 对 哎小时候都是我阿嬷自己养鸡 哎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那个温温的蛋 哎 对 然后有一天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现在不只种到 现在还去养鸡 我们来跟鸡农来契作 丢不丢脸吗 台湾缺鸡蛋 你真的丢不丢脸啊 不过据说 早在两个月前 日本就已经出现同样状况 所以我们的农委会 并没有参考 日本的 所以我们农委会就是 搞这么多年了 菜每次过剩 每次不够 嗯 好这里上来radio中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商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基宗朱总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 来聊一聊了 如果说整个投资市场当中 怎么下去会怎么上来 现在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布局的点 可是问题是有油啦 有金啊 然后有原物料啦 那甚至还有半导体的 那台股还有海运啊 塑化你要怎么看 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布局跟观察 好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先从这个原物料来讲起 那原物料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起来 它原物料的整个涨势 都没有停 那整个没有停的一个状况 它就会变成是什么 就是因为当油价 因为油价是最主要的 那所以油价什么时候会跌 那我觉得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就是看美国的生产 什么时候可以拉上来 那因为这个油价涨到90块美金的时候 各位你不要怀疑哦 因为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 它的过去的成本大概就在45块到50块之间 大概48块那个上下 所以你今天这个油价如果当初只是涨到60块美金的时候 你说这些页岩油商还不会恢复产能 可是你今天如果拉到八九十块 这个而且时间一拉长 这个拉的越长 它其实在什么 叫鼓动下一波的人 赶快去生产石油吗 因为去年 就是2020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负油价 所以让很多石油供应商就退场都出局了 银行也不放款给他们 然后再加上拜登政府的整个整个 整个他的政策是不鼓励页岩油的生产 可是你现在如果油价涨那么多 当油价涨那么多的时候 你知道吗 现在你看到媒体上居然有人讲说 那欧洲怎么办 欧洲是不是干脆又回到又没发电了 就是原来大家都 这个真的叫做什么 饥寒起盗星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今天有一个整个是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的很多原则你就放弃了 所以你过去 你去年在那边讲ESG讲了个半天 你要减碳 结果今天说油价涨成这样 电价涨成这样 为了我救我的经济 好吧那我又开始恢复发美 又没发电 那如果真的走回这一天的话 那其实对大家影响就很大 好那所以第一个原物料 大家就先看油价 那油价什么时候可能下来 那还是要看供给 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整个石油的供给 因为假设我们刚才讲的说 伊朗有可能他的整个 因为伊朗的这个石油的 海上的那个存油很多 他还有大概2000多 这个他可以主导每天市场 大概有2000万桶以上的 这种除油可以拿出来卖 所以他有可能就可以左右油价 所以拜登如果要迅速的把油价打下来 很简单赶快跟伊朗谈判 你只要跟伊朗谈判 伊朗的油放出来你就有机会下来 那再不然你就是回头看美国的燕油 什么时候他的产能 那现在是因为他冬天的气候 也有一些暴风雪 结果美国的本土的气候 这些产区的气候不好 所以整个燕油的产能反而被压抑了 那可是天然气的产能反而大增 所以你看到天然气的价格现在有下来 好那所以整个原物料 我觉得观察就是石油 好那石油影响了他会为什么煤跟铁 就刚才讲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这个 这个顿巴斯的这个地方 他主要是一个煤的产区 那这个煤 还有这个乌克兰的出口的是什么 铁矿 他出口到哪里最大出口到中国 所以为什么说中国最近 今天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反而比较好 因为这个当俄罗斯跟西方走的越远 他就有可能把更多的产能什么 送回去给中国 就是他必须要靠中国去取奶 那你看到的普丁他过去这几年做了很多事情 他把他外汇存体里面的美元 把他全部把它清光 增加他的人民币 他跟中国做了很多人民币的贷款 把很多的天然气跟石油都卖到中国去 所以这些都是长期的结构 你过去看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是今天一旦 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西方 开始在有这种武力冲突的时候 他的这些经济的部署都变得很重要 好那我们要讲说 那我们要讲说这个煤跟铁 一旦从俄罗斯他卖不出去 他出口不了的时候 那接下来澳洲会不会因此得利 因为澳洲也是煤跟铁的出口大国 那中国过去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 他不愿意跟澳洲采购 可是接下来如果你从俄罗斯拿不到 或者是因为禁运等等之类 那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 那这时候澳洲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生产的替代 那这个就大家可以再观察 好那回过头来 那最终大家还是担心什么原物料价格上来 大家最担心就生息 对好那就是所以三月份的FED怎么开会 那本来大家就担心说这个礼拜FED会开一个临时会 这会不会临时决定要生息 后来大家发觉误会一场 人家这个开会本来就要开会 他是定期的检讨 并不是为了要生息而来开会 好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关键还是说FED到底会不会生息 那我想FED会不会要不要生息 他又影响到就是什么通膨的压力会不会再上来 那看起来这个通膨的压力逼着他 他势必一定要做出生息的动作 可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 生息不代表股市就从此要走空头 那生息反而是当你还没生息之前大家会害怕 那我觉得关键要看什么 就看十年齐公债子利率 美国十年齐公债子利率 各位你看到他最近他从1.7 一直涨涨涨涨涨到破2% 可是破2%之后 那你就看到很多的钱 就从股票市场回到公债债券市场 那因为债券市场从 那个十年齐公债 从1.7涨到2%的过程里 那个台湾是大家没有太注意 在中国大陆市场大家是在讲什么 全球公债市场 森林涂炭 已经变成全岛的行情 因为你从德国然后到美国到甚至 但是连日本那个债券价格全部都大跌 那所以这个债券的这个价格大跌 可是跌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就发觉进场有人去接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殖利率拉到2%的时候 那有些人觉得股市的殖利率 他就开始在做调整 所以你看 S&P500的这个股利值利率大概在1.8 所以你今天如果债券市场利率涨到2%的时候 那之后钱就会开始调整 他需要无风险的他就会回到债券市场 而不会停留在股市 所以股市自然会跌 所以就是股利值利率的这个调整 那这个当然对科技股最伤 所以你看这一波科技股回挡回最深 好那从这个逻辑来看就是 当市场因为利率的调整 做出一个变动以后 那什么时候会停就是大概你升息的脚步确定以后 他就会停了 那这个停以后 大家就把资金的成本重新做一个计算 完了之后他就又会回到大家来看 那你今年的经济到底怎么样 你的股息股利到底的怎么状况 所以能够配出高额的股利值利率的市场 你就不用担心 能够配出比较稳定的有基本面的个股 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你现在选股票要怎么选 你当然就是选 比如说有一种跟台积电围绕着台积电为核心的 这一群生产供应链 因为台积电已经告诉你 他未来三年他都还在扩厂 所以他的营收盈余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去看那里面有人的股价被误杀的 那这个时候他的股利值利率 科技股里面有没有好东西 就是围绕这种确定他的基本面都没有任何疑虑 那至于那种纯粹靠一个成长题材在炒作的股票 他会跌很残 好那所以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找到护城河的就是股利值利率相对高的 这些公司 所以你现在反而是什么 我最近就看到有一档股票 我举这个例子 我不是说叫大家先去买 好这个叫合一化工 化工啊 我记得我在这个 树化股吗 对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提过这档股票 因为我在去年我就觉得这档股票很奇怪 好各位今天股市这样的话 你还有合一化工还涨停板 合一化工还涨停板 合一化工最近你看他的股价一直涨 那他这里面他就讲他说他过去35年年年都有股利配发 所以你看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件事 那第二个就讲说哎呀台积电要去高雄 他们要扩那个厂 结果要那个做那个土地的那个土地要清洗 那那个清洗里面的一些环保的用剂 他有生产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现在很多的化工股 反而在这一波有的要嘛就是跟着台积电 因为打进台积电的供应链 所以让他可以稳定的营收 然后有好的股利值利率 相对他的股票的股价并没有涨非常多 好所以像合一化工这种股票就从二十几块 他只有二十几块 那这几最近他就一路涨上来 那你就看到就是所谓巴菲特的这种价值股 好那这些好的公司 然后他有成长性的那最近因为这种利率的调整 他就会受到吸引力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股市 他还有资金还是可以找到好的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用担心 那回过头来 当这个这一波的风暴过了以后 那我相信科技股还是会回到他一个成长力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数位转型或者ESG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改变 他并不是一个炒作题材 所以我相信这些公司他未来 还是会受到市场的青睐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记忠朱总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朱总 谢谢拜拜